再往前推進 所以剛剛講到的這個部分 我把它放在18頁 然後請各位往下捲動 那你會發現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開放資料 其實它常常會變動 像我之前做了一個範例 就是交通事故統計 你會發現 點擊進來發現 它居然顯示這個 資料級已下降 他說這個資料已經變 歷史資料有留存 不過我覺得這麼重要的東西 居然變成永久留存 這什麼意思 這有點怪怪的 因為最近我還蠻關心 就是說那個 台灣的交通事故為什麼 這常常會 一直沒辦法改善 死亡率永遠是別的 像是日本的10倍 10倍耶 就是 這麼多 為什麼 其實也是因為 很多時候我覺得還是要根本問題解決 OK 為什麼其實都有數據 所以如果你要改善的話 當然可以從數據裡面去慢慢去改變 不過後來我發現 雖然他拿掉了 但是他連結好像沒拿掉 所以這個連結好像還在 其實最後我是希望 他可以做出來 可以畫出像這樣的圖表 就是說台北 比如說台北、新北 跟高雄的比較 你可以看到 高雄 一年的死亡人數 就是大概200 像109年就200 200多 然後呢 最低的是 台北 各位 就幾十個 60 60幾 80幾 那新北的話呢 他一百多 為什麼這三個都市 雖然都直轄市 但是為什麼 還是會有差別 這個是指的是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他好像有什麼A1 A1就是說 當場死亡的 撞到馬上死掉 或者說24小時內死 我一直好像是這個 這樣子 其實我也不是專家 我只是照這個裡面看到的 那其實 主要我是覺得 應該是說 你有沒有把那個 我是覺得 行人的路權還給行人 因為為什麼 最後被撞死的 很多其實都是行人 因為行人他沒有渴 你如果開車 跟行人比 那一定行人比較吃虧吧 還有另外就是騎腳踏車的 像我覺得在台北市騎腳踏車 騎U5感覺蠻舒服的 因為有自行車專用道 越來越多 那不是每一條都有 那你會發現騎起來很舒服 可是你在別的縣市 我完全不敢騎腳踏車 因為我不知道要騎哪裡 你騎在行人道 行人會瞪你 你明明這行人道 你騎上來幹嘛 你騎到馬路上 機車會覺得說 你騎腳踏車 你騎到這幹嘛 你好像哪裡都不是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分流吧 OK 只是說要怎麼去做 我覺得這點也蠻重要 所以我這個就畫了一個圖 我看就大概知道 那校長怎麼樣讓它越來越低 其實數據我覺得相對也是蠻客觀的 不是說感覺 OK 尤其是最近那個什麼 那個行人 車要讓人 這件事其實真的蠻好的 但是好像也沒有完全落實 在台北我覺得 真的感覺是可以 可以比較放心一點 但是除了台北 尤其到中南部 還是要看一下 你不要說 你就是直接跟車子拼拼看 被撞到也是倒楣而已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XM 那首先的話XM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本來是用PN2.5的資料 但是它又改了 所以其實我發現 爬蟲有個缺點 就是因為資料都別人的 你爬別人的 所以如果人家改了 你當然沒辦法 但是其實還是可以練習啦 比如說這個地方 有一個連結在這裡 這個是之前的 在Gate後面 你可以把這個連結 貼到這個我們的瀏覽器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有個XML的結構 那你會發現XML的結構 基本上有點像一棵樹 OK 那XML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這個X的話 指的是extend extend就延伸的 後面M的話是mark of language 其實就是extend 這個extend的話實際上就延伸什麼 延伸HTML 那HTML是什麼呢 其實是網頁 不知道以前你們有沒有寫過網頁 如果寫過網頁應該大概都知道 那網頁的話基本上就是標籤的語言 那所謂的標籤語言一定會有一個 前面小語 後面大語 裡面的話就是它的tag 標籤名稱 然後它有個頭一定有個尾 有沒有 尾的話呢 會有一個斜線 差別在這裡 頭一定有頭有尾 那這個其實就有點像XML 有點像一棵樹 一個tree 那這個tree裡面的話就有分支 那分支裡面你會發現 這個第一個data 就是它第一個分支 那分支裡面的話呢 又有一個 什麼樣的名稱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資料就在裡面 所以我要怎麼樣把 像這一棵樹 XML的樹把它抓下來 那首先第一個 你們大概知道一下XML的一個資料結構 那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把它爬下來 那跟各位講 如果我在python裡面要爬XML的方法 其實蠻多的 可以做到這一點的這個相關套件很多 但是 有些都非常麻煩 所以後來我找了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的話基本上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不過 它會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它必須什麼 它必須分兩階段 做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你想說為什麼要分兩階段 因為我們主要會用到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的名稱叫這個 叫Element Tree 那這個Element Tree 其實呢 它跟前面像我們Json或者CSV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用Json跟CSV 這直接可以把網路上的資料直接就拿來用了 但是Element Tree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呢 它不能直接去抓網路上的資料 它只能夠抓什麼 你已經存檔好的資料 它可以開的就是檔案 它只能開檔案哦 它不能說我給你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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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數 我給你一個資料 沒辦法 所以呢 我們待會兒必須要分兩階段完成 那第一階段的話 就是什麼 先把資料先爬下來 然後呢 把它存檔 所以你會發現哦 第一階段就這一段 在雲端白板第25頁 第一階段的話呢 就這個 OK 先下載 所以哦 下載就這個網址 剛剛的這個XML的檔案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存檔 那存檔部分的話呢 記得哦 就是存成什麼 存成一個PN25的X.XML 然後呢 這個incoding我不確定是UTF 當然你 UTF8是不是OK 這可能再試一下 然後呢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直接把它存檔 也就是下載下來的HTML.TEST 然後把第一階段先 就存檔哦 好 執行 那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我們在根目底下 應該就會有這個檔案 叫PM25.XML 我們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就有了 那你按右鍵哦 可以用Edit with Nolipid Plus 就這個東西 不過基本上 當然哦 你在網頁上 它會直接就給你一個架構啦 但是 這邊如果沒有架構 有的時候你可以自己什麼 自己 稍微再把它稍微分一下 比如這個是Tree 它的根有沒有 然後第一 第一階就是Data 然後再來裡面的話有這個什麼 County County County就是這個 可以自己稍微分一下啦 你不分也可以啦 只是說大概分析一下 這個是第一階 這個是第二階 這個是第三階 那我們要的資料理論上就是什麼 County 然後什麼Item Unit 這個好像它的分的蠻好像 順序跟我們預期的不太一樣 它這個County是縣市 然後單位 再來就是PM25 然後再來才是日期 所以它的順序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就結束第一個Data 哦 所以哦 你會發現這個是第一筆記錄 那第二筆記錄的話呢 就在底下 可是它好像只有提供很少耶 它這邊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好像只有三筆 還有第四個吧 只有四筆資料而已 不過沒關係啦 所以待會兒的話呢 第一個先把它存檔 那存完檔之後呢 我們再來解析 畫面先畫給各位 我發現我的 這個呢 好 啊 谢谢大家